嗨 我是海妈 我想给大家一个小众植物清单 所谓小众的话可能有的人没有听说过 小川极梗的这是一款树跟枫林草 你看现在六月份还在开花 它像极梗一样具有很漂亮的这个蓝色 它到后期你看还有源源不断的花苞 那这是虎尾天门东 虎尾天门东盆栽效果比较好 这个尾巴展开有这么大 真的 另外一个在我的家里的C位 银宝包白子莲 我已经看了一个月时间 它依然美貌如初 另外一个植物就更加小众了 这个植物是一个观赏草 叫做是小畔草 在切花里面这个小畔草很贵很贵 很多自然风格的花艺丝 很喜欢把它拿来做自然风格的作品 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小众 小仙女一观一年 你可以找一个任意一个地方 种下一颗观一年 它就是一颗微型的植物 想种一个小众的植物 咋整 试试看这个叫印第安羽毛的这个植物 因为它每一片新发露出来的叶子不一样 而且它耐荫也不长虫 这个是一个死类植物 死类植物里面还有一款植物 叫做是鹿角菊 这个鹿角菊好迷你呀 可以板子 而且它很有风格 它会有一种粗犷的感觉 贴在墙上 也可以用通用的配方土来盆栽 另外一个植物 这个叫细叶水谈花 你看这一个植物 有多么奇怪的一个形状 所以如果你喜欢做植物的造型和盆景 请做一颗细叶水谈花 它的花全部都有光线现场的 碰碰碰的那种感觉 另外一个小众植物 这个植物呢叫野棉花 夏天已经如此炎热了 六月份了 秋天还会远吗 秋天就迎来它的花期 我们的乡业里面都有这个野棉花 但是这是一个原意中的野棉花 另外一个植物叫锤铜 目前为止是家里面有三颗锤铜 在这么炎热天气又起了三枝花键 对我来说 三枝花键在炎热的夏天 足够令我感动 因为它可是从十月份开花的一个植物 有一个植物呢 叫做是金文悬心藤 可能对于很多富一楼的感觉种 长春藤它倒能死 那你可以试试看这个细叶悬心藤 另外有一个植物叫卷符 这个是一个室内的窗边植物 这个是捕银草 来请来感受一下 哦哦哦 加到我的手了 还有瓶子草也是小种的 这两个植物的话 在室内用一盏台灯来养 闷一样就好了 这就是我喜欢的一罐植物 叫做是花叶灯笼花 你看到没有 跟这个金叶悬心藤两个比较 它本来就是官叶的 美极了 好了 以上的小种植物 你有听过什么小种植物 请在留言里告诉我 关注好吗 陪你走啊 拜拜